为什么刘秀没有杀害自己的开国功臣 那是因为很多人把刘秀和朱元征这样的开国皇帝放到了一块具比 总觉得说朱元征杀功臣是残暴 刘秀不杀就是君子 可问题是这两个人所面对的环境 以及他们缔造新王朝的方式完全不一样 我们上一期提到过王莽的新莽政权 是由于地方豪强的背叛而垮台 而刘秀的发迹也正是由于这些地方豪强的支持 我们在上一期就提到过 在新莽的帝皇三年 盘踞在湖北北部的陆军军爆发瘟疫 洋一带挺进 就在陆军壮大的过程当中 当地的地主豪强纷纷加入 这帮人来了之后干的第一件事 就是扶持具有西汉皇族血统的刘秀为帝 从而第一个举起了推翻王莽恢复汉朝的大旗 这帮地主的算盘那打的是很清楚的 只要我们加入的早 来日公司上市了 那我们就是原始股东 这帮人扶持刘秀之后 更改年号为耕史 陆军就变成了耕史政权 提到耕史这两个字 相信大家应该很熟悉了吧 刘秀就是从耕史团队里面走出来的 由于耕史团队的口号喊得太响了 一下子就遭到了王莽的权力打击 在这一年的五月 昆杨之战爆发 刘秀凭借着陨石技能 一举就干翻了王莽的军队 随着新朝主力的覆灭 全国地主豪强都意识到 王莽这下是彻底废了 于是乎原本的农民起义 就演变成了疯狂抢地盘 大量的豪强领着起义军 杀害王莽派来的官员 占领周郡衙门 四个月之后 耕史政权就进入到了长安 杀死了王莽 王莽这一枚 原本都喊着要推翻新朝的起义军 立马就地翻脸 公元25年 赤梅军攻进长安 一下子就把耕史地给灭了 第一个喊出恢复大汉口号的耕史政权覆灭 全国这下子是彻底的乱了 豪强大族们就像在购物街抢货一样 疯狂的抢走地盘 都想成为下一个大一统王朝的头号股东 就在这个时候 刘秀登场了 我们之前提到过 刘秀是耕史团队的一员 后来因为耕史内讧 刘秀自立门户来到了河南 刘秀本人是没有军队的 根据后汉书《光武帝记》的描述 刘秀的队伍主要是来自于三个方面 一个是失去朝廷供给的边防军 一个是基层官吏组建的防卫军 还有就是地方豪强送给他的 相当于是入国 而后来的东汉开国云台28将 都是来自于这些最早加入他团队的地头蛇 刘秀与这帮人的关系 与后来朱元璋和徐达的关系 是完全不一样的 朱元璋是在离开郭子星之后 以自己为核心组建了团队 他是真正的实权老大 可刘秀呢 是因为当时大家都在挑优质股 想要搞投机 看到刘秀本人是皇族出身的血统 以及昆阳大战的光环 这才给他天使轮的融资 所以刘秀并不是这个队伍的实权领导 只能说是一帮股东们的代言人 而且像他这样的代言人 在当时有十几个 说到这儿 大家应该明白当时中国的情况了吧 地方好强垄断资源 想要找一个代理人给自己举大席 而皇族们呢 想要有所作为 就必须依附这些大族 让他们帮忙 刘秀的东汉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 所以为什么刘秀没有杀害开国公权 不是说他道德水平太高 而是他实际的权力太低 根本没有能力动这帮人 不仅不能动 还要纵容他们兼并土地 搞地方势力 这就解释了 为什么东汉末年分三国的时候 遍地都是军阀和豪强 动不动就自爆家门 说我是谁谁谁的后代 还有自己是什么什么姓氏 并且一直延续到了魏晋南北朝 这一切在东汉建立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了